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她出的 婚后她买的车也是我的名字 平时生活费一切开支都由她负责 无论是婚前买房 结婚的费用 装修的费用 我怕她负担太大 多次提出要帮她分担 她说我的钱自己留着用就好 男人就该挣钱养家 我自己赔价的20万嫁妆 她也让我自己留着去买理财 结婚这几年来 我的钱都没怎么用 都攒起来了 大大小小的开支都由她来负担 剩下来的积蓄也都交给我保管 她生活上处处照顾我 我对她当然也很好 她喜欢摩托车 我有空就陪她去看车展 看比赛 陪她一起找资料 探讨 后来怀孕了 她就对我更好了 知道我怀孕的那个早晨 她跟我说 宝贝 从现在起 就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了 坐月子的时候 她把婆婆接来照顾我 有空的时候也帮我带玩 婆婆对我也很好 基本上没有婆媳矛盾 宝宝出生后 老公提出 要再做点生意 增加家庭收入 但是要单位和私人公司 两边跑 以后陪我的时间会比较少 我也表示赞同和理解 有婆婆的帮助 我工作和带孩子 并不觉得很累 只是觉得老公 虽然比以前忙一点 但是还是会抽出时间陪我和孩子 会带我们去旅游 甚至还是偶尔请婆婆帮忙看孩子 带我去约会享受一下两人时光 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 我会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在宝宝两岁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快十二点 她还没回家 她一般都是十二点以前回来 偶尔有应酬呢 去哪都会跟我说的 我对她很放心 但是那天晚上快十二点 我打了她的电话 她接了 还没开口 啪的一声 是电话掉落的声音 后来再打 怎么也打不通 我心里隐隐觉着不安 怕她在外面有什么危险 焦虑地 等了一个小时后 她回来了 开门那一刻 我紧紧地抱着她 感谢老天 还好她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她抱着我 摸着我的头说 宝贝 对不起了 接着 把我抱得更紧了 有件事 我必须和你说 我心里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涌起来 她常常地 叹了口气 说 我对不起你 我问 什么事 是不是你在外面 惹什么麻烦了 是不是生意不顺 她说 不是生意的事 是女人的事 我的心一凉 她艰难地 挤出几句话 我在外面 和一个女人 纠缠不清 我的脑袋 一片空白 一直在想着 是不是在做梦 她接着说 不过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我今晚就是约她出来 要跟她断了 她不同意 你刚好打电话给我 她砸了手机 我没有说话 给了她两巴掌 她没有躲 她自己交代 两人从我生孩子 前两个月 就上了床 是她一个下属 那时候我怀孕 状态不好 她怕伤害到我和孩子 我们一直没有同房 那女的 从我们结婚前 就喜欢她 频繁向她示好 她刚开始不为所动 后来有一次 部门聚会 喝了酒 她鬼使神差地 送她回家 上了床 第一次之后 她很害怕 很后悔 一段时间没有礼堂 后来时间久了 内疚罪恶感呢 淡了 竟然还怀念起 偷情的刺激 在荷尔蒙的驱使下 他们又上了好几次床 但她 渐渐厌烦了 她的身体 但是 她却动了感情 她不满 她接我上下包 不满她节假日 陪我过 不满我一个电话 打给她 她就回家 而每次跟她在一起 不到两个小时 就离开 后来我看了她的微博 看了她自理行间的抱怨 知道她所言不虚 她边说边流泪 我认识她这么久 没有见她哭过 她说 她只是把她 当成发泄的对象 男人 都有占便宜的心理 到了嘴边的肉 想都不想 就吃了 那女的以前 也勾引过别人 差点害人家 结不了婚 她知道她的为人 她是不可能 对她懂感情的 本来刚开始 她们只是很有默契的上床 其他互不干涉 后来她要求越来越多 她要求 她像情侣一样 陪她吃饭 看电影 旅游 她甚至要求 她一星期 花多少时间陪我 也要花多少时间陪她 她觉得忍无可忍 分身乏术 也怕再闹下去 局面越发失控 于是 她和她坦白了 分手 并且当晚就跟我坦白 求我原谅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那段时间的心情 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熬过去的 麻木的上班工作 那段时间流过的泪 是我这辈子最多的 现在事情已经过了五年了 我还能清晰的 想起那种心酸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酸心的疼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 曾经那么幸运的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根本不清楚 未来该怎么走下去 原谅或者离婚 对我来说 都是极其痛苦的 不吃不睡的 哭了一段时间 我真的病了 那天下班前 同事看出我的精神状态 极差 打电话让她来接我 我在单位门口等她 她突然来电 说来不了了 她以死相逼 要让她过去陪她 她怕出事 赶了过去 我怒不可遏 为了地址 打车赶过去 她和她 在她家的车库里 她拉着她 僵持着 不让她走 我到了车库门口 看见那个女人 突然像一头 发怒的野兽 一手上去 扯住她的头发 另一手上去 给她两巴掌 接着扯着她的头发 把她往地上拖 上去给她肚子两脚 她和她都惊呆了 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们没想到 我平时一个 温和的 没有脾气的人 此刻竟然向头 暴怒的母老虎 等她反应过来 拉着我说 够了 别把事情脑大 我扯着她的头发 我问她 你爸是 纪委老干部呢 你要不要脸 你跟我上楼 去楼上找你父母 问他们 怎么生你 这个没教养的女儿 我老公睡了你 我让她 给你父母道歉 你他妈睡了 我老公 是你家教不好 我让你爸妈 好好教育你 说完 她扯着她的头发 要往楼上走 她大概没料到 我会找上门 因为父母是当地 有头有脸的人 她怕我把事情 捅到她父母那里 会被亲戚朋友的 口水淹死 她跟我道歉 说 姐 我对不起你 我再也不敢了 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我跟她说 不是你把它还给我 它本来就是我的 你他们就是只 免费的鸡 老公上来分开我们 他对她说 我对不起你 更对不起我老婆 今天就当着三人的面 我向你道歉 你还年轻 不要因为我 毁了一生的幸福 我们的事 到此为止 趁着事情 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我们都收手吧 再下去 都没好结果 都是我的错 说完 老公拉着我 上了车离开 他紧紧拉着我的手 他说 我犯下的错 我会用一辈子去弥补 我在车上 全程没有说 我一直想不明白 我几天几夜 没吃没睡 怎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变成一头发怒的狮子 我以前那么优雅 那么温和的一个人 怎么就变成 那么没教养的母狮子呢 接下来的日子 他申请 调了部门 新部门工作比较辛苦 但跟他没有业务上的交集 而且是在另一个地方上班 一般情况下 是几乎碰不到面的 接着 他将手头上的生意 转让出去了 闲暇时间比较多 可以抽更多的时间 来陪伴我和孩子 我依然对他不冷不淡 内心却波涛汹涌 在爱与恨间 在原谅与分手之间 犹豫不决 痛苦不堪 经常借着鸡毛蒜皮的小事 对着他发火 他看着我的痛苦与不舍 想办法转移我的注意力 他带我去看新房子 按揭买了新房 他说 你不是喜欢 小清新风格的装修吗 你去研究一下 怎么装修 都按你喜欢的来 他按着我的想法 去落实装修方案 他陪我去挑瓷砖 挑窗帘 挑家具 跑了很多地方 直到挑到我喜欢的为止 那一年心思 放在新房的装修上 我自然没时间 去想那些烦人的破事 搬进新家后 我们都沉浸在搬家的喜悦里 厨房地方大了 后来胖了许多 我提出要减肥 他就陪我去跑步 打球 或者我就健身房 他就在家里带玩 让我安心去健身 因为有坚持运动 我不止瘦了下来 而且体质也变好了 心情也变得开朗许多 虽然我偶尔还是会想起 那些伤心的事情 但是这几年 由于他的陪伴 我学会了很多东西 也收获了很多 如果不是他出过轨 我觉得我真的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了 有近乎完美的爱情 但是人生本来就是不完美的 我从小到大 没吃过什么苦 学业平平 工作平平 但一切还算顺遂 感情也没有波折 跟老公是初恋就结婚 可能上天看我过得太舒坦了 偏要让我立个结 客观讲 除了出轨 我老公身上没有太多毛病 我经常想 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就出轨了呢 如果他没有出轨 那他就是完美老公了 原不原谅他 已经是个伪命题了 我只能尝试着 让自己与自己和解 接纳人生的不完整 接纳自己爱情的不完美 和那个不完美的爱人 周杰伦的彩虹 有一句歌词 是这样唱的 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 也是我现在 正服下的毒药 只是我不知道 要经历多长的时间 才可以修补心底那道 破碎的信任 毕竟信任是你亲手给的 又是你亲手将它摧毁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回来